韓雲大世界來關心 美國總統大選辯論 在台灣時間週三早上9點登場 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提前來到賓州備戰 8號跟丈夫出門散步 還對媒體比戰 強調自己準備好了 賀錦麗緊牽丈夫的手 8號被記者拍到 一身休閒出門散步 在首場辯論前夕 稍作休息 豎起大拇指 可見賀錦麗對自己信心十足 辯論倒數計時 紐約時報和謝納學院 9月3號到6號 做的全美民調顯示 川普以48%支持度 領先賀錦麗一個百分點 這是近一個月來首度反轉 賀錦麗聲勢稍微回落 反觀川普支持度非常穩固 CNN民調則是賀錦麗 反超川普兩個百分點 但兩份民調都看不出 明顯領先者 賀錦麗至今 仍缺乏完整的政策論述 民調顯示 28%選民認為 需要對賀錦麗有更多了解 尤其是對各項議題的立場 賀錦麗帶打上陣的蜜月期已過 辯論表現將成為接下來 川赫支持率走勢的 關鍵分水嶺 六日號編譯